你没事吧 我 我 你没事吧 我 我 你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你明知道我已经很惨了 知不知道我爹都不要我了 我现在肚子好饿 这边 这就是我家了 今天晚上 你就暂时在这儿住一下吧 你家怎么这么简陋啊 我家是有点简陋 不过你不是不想回家吗 所以你就将就一下 不过你放心 就凭我的实力 我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到时候我一定会赚很多钱 让自己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 就一点钱嘛 一直催至于吗 又不是不会管 你回来了 哎呦 佳萍啊 你的手势怎么了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别说了 我朋友在这儿呢 朋友 朋友 你个臭丫头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 你 你试试装店那个大婶 我 真好看 哎 别碰 别碰脏了 这裙子跪着呢 不是哪个人都买得起的 是你这个臭丫头啊 你们认识啊 我们不只认识 还冤家路窄呢 什么 冤家路窄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 没想到兜兜转转 竟然跑到她家来了 哎呦 你这臭丫头 你给我走 哎 娘 我干嘛呢 我干嘛呢 人家是我朋友 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儿暂时住一下呢 什么朋友啊 你别把来路不明的人 往家里带行不行啊 什么来路不明的人啊 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 千金大小姐 那个 你先休息啊 走走走 出去说 走了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说呢 什么话不能在屋里说 非要出来说啊 噓 你小点声 别大呼小叫的 就怕你这样吓到人家 所以才把你拉出来的 我怎么就大呼小叫了啊 你嫌弃你娘你 行行行 娘 你别生气了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娘 是天上最美 最漂亮 最善良的天仙美女 不生气了啊 这还差不多 哎 不过话说回来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呀 哦 我是在唱片行认识她的 刚刚在街上碰到她 知道她跟她爸吵架 她不想回家 所以才把她拉回来的 她跟她爸吵架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把她带回来 你不能这么说呀 我第一次 在唱片行认识她的时候 哎呀 我就被她的美丽深深所打动 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追求到她 今天正好 老天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帮助她 你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应该给她献献殷勤啊 好 娘 你就配合配合我嘛好吗 所以你想娶她 嗯 你笑什么呀 哎呦 哎呦 我就笑你蠢哪 人家是千金大小姐 怎么可能看上你 怎么就看不上我呀 啊 我相信 就凭我的帅气 和一颗真诚的心 我一定可以打动她 让她爱上我的 哎呦 她真诚的心 我看你是真心爱她的钱 娘 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人格呢 你以为我像你啊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别别别别 她她她她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我喜欢她是真心实意的 我们那叫真爱 嗯 我我这也叫真爱 俗话说 钱是人的胆 不会说话也会喊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我怎么能不懂呢 但是 不是每一段爱情 都要和金钱有关系的 我喜欢她 就一点钱的成分都没有 就算没有钱 我也还是会喜欢她的 哼 没有钱 能把你养这么大吗 真是的 要是你每天被钱追着跑 你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 真是的 哎 娘 娘 哎哎哎哎 臭小子 我刚刚想过了 你要是能够攀上那个丫头 那我们全家 是不是可以跟着你过上好日子了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让那个丫头留下来啊 真的 哎呀 谢谢娘 娘太好了 对了对了 你把你藏在厨房里的好东西 都拿出来 给她做点好吃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哪里藏过东西啊 你怎么没藏东西啊 藏东西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你 你 你竟然打我呀 偷看娘做事啊 我藏那些东西啊 都是留给你们的 娘 你想想 就算你不是为了我 为了你自己 将来可以鸡犬升天 为了我 当然了 当然了 为了你自己啊 为了我 好好好 不过小子 我刚才看那个丫头 不可一世的样子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我当然有把握 所以才找你帮忙的 好 好 我帮忙 好好好 哎呦 你要是真的攀上那个丫头 我是不是以后 就能过上阔太太的日子了 对啊 阔太太 阔太太 走 给她弄点好吃的啊 来 哎 哎 哎